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金米咖啡一些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那就可以收到一些咖啡的新資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台 Mocha Master 是一台家用的沖煮機 你也可以說是美式機啦 但是它其實概念會比較接近手沖 所以我稱之為沖煮機 那可以說是目前家用的沖煮設備裡面的天花板 那這台其實已經不是新機了 但是它的地位呢 學長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尤其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喝 就好像是手沖高手幫你在家裡服務一樣 好 那我們待會跟大家講它為什麼厲害的同時 我們就來做沖煮好不好 那可以看到上面是一個它原廠的提琴濾杯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提琴濾紙 然後把它放進去 折好 一樣兩邊折好 塞進去 然後咖啡粉我先用30公克 好 然後搖一搖 塞進去以後呢 然後水的部分呢 我用500cc的水 就是1比16.7 就是符合所謂的金杯定律的 的粉水筆啦 就1比16.730克配500cc的水 好 然後接下來它沖煮過程中我們再聊一聊說為什麼 它這麼厲害 好 按開關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剩下的部分呢就讓它自己去完成就可以了 其實非常簡單 Tocamask這台機器學長很久以前就已經適合過 那我一直都很喜歡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 它幾個部分呢 從兩個部分 希望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得到了非常多的認證 那認證呢 主要分為兩個 一個是ECPC 第二個是 ACAA 就是 精品咖啡協會 這兩個認證 那這兩個認證它背後代表的意思呢 其實就代表說 它在 這個機器的設計的同時呢 它的水溫的部分 它是設計到92到96度 那同時之間呢 它的給水 的頻次 其實這個 一下子給快給慢 那中間有沒有停留 有沒有間歇 這個事情呢會影響到 整個萃取的狀態 那這個如何把握水溫以及這個 給水的頻次 讓它能夠萃取的狀態呢 讓咖啡粉完完全全的 吃水 並且釋放出所有的風味 這個呢 的設計 就是 這台機器的靈魂啦 那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很多 現在市面上很多各式各樣的 這種美式咖啡機也好 沖煮機也好 其實呢 他們的 核心就是在於這些部分 那 講一個比喻來給大家 其實如果你是一些 可能沒有經過好好設計的 比較便宜的美式咖啡機 他可能就像是一個 手沖初學者 你喝起來的時候會覺得 味道無味雜成啦 然後風味呢 其實好像不太清楚 你的好豆子都被糟蹋了 那這一盤呢 就很像是 鑽研手沖很多年的 手沖高手 每一次的給水呢 都有 設計過 而且能夠控制它的變音 給水相對穩定啊 柔短度也很好 所以呢 它的風味表現呢 就會非常的精彩 然後呢 這個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 多年的 就是世界杯的 杯測大賽的指定用機 大家可以想像 它對於 咖啡的風味的 原始的表現呢 是非常厲害的 它比較不會去 扼殺了 咖啡豆本身的風味 要不然的話不可能當作 杯測大賽的指定用機 那這些 背後的榮譽呢 其實跟學長的使用經驗都非常的相符啦 那我在喝的過程之中都會覺得說 它真的能夠 把風味能夠 很盡情的 萃取出來 而且呢 就很簡單嘛 就是 以家用的這種充足器材來說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它 其實 不瞞各位說 學長每年都會接到一些 每次咖啡機啊 的一些邀約 但是學長都不太喜歡開 就是因為說 其實很多的咖啡機 它本身的設計 它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呢 東西出來也是不怎麼樣 OK 好 那第一壺已經做完了 大概時間就大概 兩三分鐘 我是做500cc的 水 然後我們先把它 倒出來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壺 是用它們原廠的 待會呢 會用這個 TDSE 來測一下 它是否符合 我剛剛所謂的 什麼金碑理論 因為金碑理論呢 一般來說 簡單的幾個數據就是 它的 粉水比大是 1比16.7 然後呢 它的萃取率呢 會在落到18到22%之間 就是一個比較 大家普世上面認為 不錯的 風味的一個 range帶 我們待會來測試一下 等它量一下 然後同時之間呢 我們來測 做第二壺 那MOKMES的另外一個部分 也是學長很喜歡的部分 就是關於它的 它的濾杯是可以替換的 像這個 塑膠濾杯我放著 那我們是可以用替換的 像如果你想要 喜歡用V60的話呢 可以直接 替換V60 那這一點的部分呢 我自己在測V60的時候 我覺得風味呢 也一樣非常的 好喜 當然V60的流速稍微快一點點 所以整體喝起來呢 會稍微再清爽一點點 但是整體的 風味還是很棒 那我們的粉水筆一樣 一樣是30克 倒進去 一樣把它拍平 然後 頂到最 最靠內側的部分 好 然後水的部分呢 一樣用 500cc的水 好 好 然後我們繼續 把它 第二次沖煮 它就開始自動沖煮了 好 那 能夠替換濾杯也是一個 蠻過癮的事情啦 因為它 就是你 換不同濾杯 你可以喝到不同的 風味的一些 調性 所以其實也是蠻棒的 好 那我們就現在來測試一下說 剛剛前一版 它的 它的萃取機是不是 如我們所料的 好 然後呢 我們來測試TDS 粉水筆大概是 1-10 6.5 OK好 溫度還有點高 待會 再測試一下 應該溫度再降一點點 它會再略低一點點 一台咖啡機能夠 在它的設計上面 能夠讓每一次的萃取率 都達到這麼高的標準 其實相當不容易的 那但背後呢 它有一些設計上面的要求啦 就像 這台 Mokam S 它是荷蘭的機器嘛 那它每一台 出場的時候都要測試過它的水溫 獨立測試 不是說 測試一個樣品機之後就複製 不是 是每一台出場之前都要獨立測試 它的疊水狀態呀 還有它的 水溫控制都必須獨立測試 然後測試出它的狀況是OK的 它才會出貨 所以可以說它有很多的 手工職人的精神 OK好我們再測一次 現在的溫度 OK差不多 溫度降一點點 21.11左右 所以跟我每次測差不多啦 所以萃取率的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就可以大幅的 把咖啡裡面的好的風味能夠萃取出來 這點真的是非常厲害 然後 另外的部分呢 也是關於學長很喜歡的這個部分 跟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沖煮頭的部分 一般來說呢 沖煮頭如果我的水力太強的話 譬如說我的這個水壓 這個幫浦 它一個幫浦會把水吸上來 對不對 這個幫浦呢 如果直接跟我的這個沖煮頭 它是連接在一起的話呢 它有時候它的 噴出來的水水力會太大 那你的風味喝起來呢 就會比較鬆散 那Mohamester這一點 是我覺得設計的非常棒 就是 它這一邊這一管呢 這個管子它本身跟 它的幫浦是分離的 所以這邊 這個管子呢 跟下面的幫浦是分離的 所以等於說它水上來的時候呢 它會順順的沿著這一個管子呢 然後才噴灑出來 所以 不太會有幫浦的 水壓力導致的 水力太強的問題 它是就像是花灑一樣 輕輕的 噴在你的咖啡粉上 讓你的咖啡粉有更多的 時間 然後可以萃取出味道 那這個設計本身我覺得 雖然簡單 但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 我是最怕那種 水力太強的咖啡機 它真的會讓你的咖啡的風味變得非常的 不舒服 或是太清淡 喝起來不好喝 那我們來測測看這個是 V60 沖出來的風味 好 我們來測測看它的 萃取率呢 是不是也可以像剛剛一樣 等它涼一下 水溫下降的高 我們來先試喝好了 這個是 原廠的濾杯 這個是V60的 這個 確實喝起來 就會在偏前段一點點 因為畢竟 它的流速呢 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這兩個濾杯的替換呢 其實就可以讓你去調整啦 在它 原始的 機能不調整的情況之下 可以利用濾杯的方式 就可以讓你馬上 如果你想要喝清爽一點 可以用V60 前香啊 整個都會 掉得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喜歡喝平衡一點 濃郁一點點 甜感強的話 就可以用原廠濾杯 真的 充足的效果非常的好 好我們再來測一下 它的萃取率 好目前我測呢是 22.3% 所以其實你看在V60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萃取率也差不多 就是在21 22之間 現在測還是22.3 非常的精準會在 21 22% 就是所謂金杯的範圍裡面 風味真的是蠻棒的 然後呢以上這些條件呢 都支持它成為一個 咖啡機裡面的 王者地位 所以如果各位呢 是比較 在家裡面 可能沒有時間沖手中 或在辦公室啊 或是在一些 公共場合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沖咖啡 或是你喝咖啡的需求 比較 比較多 很多人要喝的時候呢 你可以考慮 這一台 因為它的 整體的萃取能力 以及它的風味 都非常的好 可以滿足你對於咖啡的高標準 OK好那今天關於MohaMess的部分呢 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在其他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